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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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特别的这种项目 这套栏目 这套栏目 这个न栏目 这套栏目 统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图馆一定会有一个叫做chemical action 我们就去查些 然后你就怎么从一大堆资料里面 去寻找到你要的东西 可是因为现在电脑越来越 电脑非常普遍以后 这些资料就变成 通通存在电脑的资料库 可是问题是你看电脑 并不代表你可以找到资料 我用一个例子跟您讲 这个是在今年2008年的2月7号 Merc这几年有一些药物的问题 他们这里有一个 有一篇文章叫做 令Merc起死回生的三驾马车 这中间有三个人 一个叫Richard Clark 这个是Merc的CEO 第二个人叫做Peter King Peter King是在 然后第三个人是他们的法律顾问 那为什么特别指Peter King这个人 他在还没加入Merc以前 他是MIT的一个生物学家 他完全没有引爆过任何 有关于跟Drug Discovery有关 他接手Merc以后 他说他推动了Merc 吸取其他工资 研究精华作为自己的努力使命 他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 什么样的系统 鼓励研究人员在科学出版物中 发掘具有潜力的化合物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如何在科学出版物中 发掘具有潜力的化合物 这就是我们你一定要去找资料 你从资料里面你才晓得这个真正的重点 那为什么要收集资料 第一当然你要了解前人的研究结果 就像你写paper的你的introduction 你找到这些资料 你就了解前人的研究结果 建立所谓的背景知识 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些东西 常常我们有时候做研究 哇做得很高兴 后来才发现 老师怎么有人已经有类似的结果已经发表 这时候就比较麻烦 所以就会造成第三 造成避免重复的研究 第四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 爱因斯坦是站在牛顿的肩膀上 所以爱因斯坦的伟大 是因为他站在牛顿 刚刚有物理系的老师 这个我就跟他交换这个意见 爱因斯坦之所以伟大 因为他站在牛顿肩膀 所以他看得可以比较远 所以这个就是资料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文献收集的基本的概念 当然你可以从乌到有 这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动力 然后来建材的收集 资料怎么样来收集 以及你怎么做分类跟检视 然后完了以后 你最后才会做出你的蓝图 然后你才有论点以及支撑 那我们找资料分做什么 分做资料 资讯 知识 跟智慧 那资料呢 就是要实验贝塔 有一大分 有非常多的实验贝塔 可问题是 如果你的资料不经过 筛选 整理跟分析 你就不会成为资讯 就会 你知道这个information 像我们做药 我们晓得说 OK 你可能变换这个地方 它的活性可能变成怎么样 你可能变换另外一个地方 它的活性怎么样 如果你不经过筛选 跟整理跟分析的话 你就不会成为 你要的资讯 这个information 那之后呢 你才会结合你个人的能力 经验跟资讯 这时候才会变成 所谓的知识 那最后呢 由知识 要到智慧的时候 就是基于你个人的价值信仰 以及你提出你的看法 所以常常paper里面 这个部分就是 所谓的conclusion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 result and discussion 那前面就是 所谓的introduction 然后所谓的 background跟你的design 这个就是 大家晓得 所以从资料到资讯 到知识到智慧 那透过就是 收集整理跟活用 那你这样子 最重要是什么 所以公寓暂停式 必先立即进 如何找到 有用的资料 在现在来讲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 我称作 所谓的skill 那how to stay ahead 那你可以针对主题啦 你可以针对作者 机构跟其他 这个等一下 我都会一一跟大家介绍 大家只要有一个概念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 这四个方向来做 那第一个呢 我就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从研究计划 从专利 从会议博硕士论文 从论文里面 来作为资料的搜寻 好 人家提出的话 这个是所谓的 GRP智慧系统 我想请问一下 各位 有看过这个系统的人 请起手 有没有 OK 所以大概 只有大概 五个percent 现场的人 这个如果你有申请政府的计划 OK 你就会到 就会有这个是 TRB 因为这个计划 你可以到这个计划里面 比如说你打 你打这个名字进去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是 搜索条件 之后你就会发现 有一位教授 在国防医学院复产科 然后他跟国科会 去申请了一个计划 那计划的英文名字在这里 中文名字在这里 然后关键字是这些 然后你也可以查到说 他的中文在要 跟他的英文在要 所以这是很好的 你今天你想要做一个研究 你可以到政府的这个网站里面 去把关键字打进去 你就晓得 谁曾经申请过 类似的研究 好 这些东西不见得 当他还没有发表的时候 你不见得可以在 文献系统里面找得到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系统让你们来知道 那第二个呢 就介绍一下 有关于专利 大家也许对专利 比较有点陌生 跟实际上如果你做 跟所谓的 innovation有关系的 你要申请专利的话 你就必须要了解这个部分 那有一个网站叫做 凋粉 等一下我会特别介绍 这个网站 这个是一个 indigrate的这个专利的网站 那么另外有一些 比较免费的网站 像 Patternscope 这个是欧盟 最近才出的一个网站 你可以到这里面 去打这些keyword 或者是publication number 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 那当然啦 你也可以到 美国的专利局 叫做USPTO 那他的网站里面 你就会有issue pattern 跟publish application 所以你可以走两个 不同的方式 那如果你有申请过专利的话 专利还没有 专利在审查的时候 他会给你个号码 大概是10开头 或者11开头 你就可以到这个部分呢 去查你的history 知道你审查的这个过程 那么如果你已经有拿到专利 你当然就可以从这里面去 拿到你的information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 如果你有申请 中央民国专利的话 你可以到经济部的 智慧财产群 到中央民国这个专利系统里面 你也可以去search这些专利 所以意思是说 你可以search美国的专利 你可以search欧盟的专利 你也可以search中央民国的专利 那我特别去介绍一下 这个Delven Delven是一个 所谓的收费的网站 所以这个database 它必须是收费的 那你可以进去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打sensei 然后你勾选这个US的欧盟这些组织 都可以看到 总共呢 有7000多笔的专利 在这个可能是核准 可能是申请案 在这个Delven的database里面 那你想想看 7000多笔 一者你去做refinite设计 可是我另外想问大家 一个问题 假设我想了解一下 这7000多笔的专利 到底都是哪些国家在申请 所以你就可以到 这里有一个叫做snapshot 然后你去选assign a country 你就会看到这个结果 美国是排名第一名 OK 第二名是日本、大陆、加拿大、英国、南韩、以色列跟德国 所以你就有这个概念 今天哪些国家在专利方面是强项 就是跟他申请的专利拨寡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就会有一些了解 那另外你也想了解一下说 那这些除了国家以外 到底是哪些单位 可能是学校 可能是公司 他们在snapshot的研究 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 那你可以选这个assign a 就是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排名第一名的呢 是genetic 这个在 在San Francisco的一个保费公司 那第二名呢 是加州 加州的学校 所以它叫做reg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那第三名呢 是emgin 是安静公司 是在这个洛杉矶的一个保费公司 ok 所以呢 你有了这个分析里面 你就晓得说 这个 你的竞争对手是什么 所以你就可以去follow这些公司的事情 所以你就透过专利 你来了解你的竞争对手 那接下来呢 我就介绍一下 另外除了 刚刚我们介绍了 政府的系统啊 专利啦 那也有一些有关于会议 跟博硕士论文 那在中央大学有很多学工程的人 他们大概都会知道 有一个网站叫做i-triple-in 那它就提供了很多所谓conference proceeding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到 人家在conference conference已经release的一些information 那么另外呢 如果你想查美国的或者国外的所谓的博硕士论文 你就可以到proceed这个网站 然后这上面就有所谓的美国的整体的这个博硕士论文 因为你不只是要跟自己在得比 比如说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由国家图书馆做的全国博硕士论文的资讯网 你也可以从这里面去查到 你可以打keyword search去了解 那这个网站你必须要个人先登录 你的你有取得帐号跟密码 这是free 你就可以进去了解 你不希望你的东西打进去以后 发现哇 已经有人很类似的东西 很类似的研究 跟已经被人家研究过 包括所谓的中文的部分 或者是英文的部分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透过有关于有一些机构 有所谓的机构点 这是我们国家博硕士论院经验 我们做的一个机构的点长 那机构点长来讲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打进去 你可以聊 因为我们 我们把所有的文章呢 都用pdf file都放在里面 所以我们search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哪些同事 有做类似的研究 所以你很快 你就可以了解 比如说你在这个里面 如果你打stance cell 我马上就晓得说 我们哪一个研究组 有谁做过这篇paper 他的keyword是什么 另外呢 我们这个研究组呢 也有不同的pi 每个pi有不同的paper 所以你就用这种方式 你可以了解到 所谓的 可以找 寻找你的 所谓的合作对象 也可以知道 你的竞争对手在哪里 那我刚刚介绍完研究计划专利 跟会议博士论文 那接下来我大概用一点时间 特别介绍有关于论文 这是你们常常做文献 这个搜寻的时候 常会用到的 那么这个是 蛮有名的一个网站 叫pamment 我想调查一下 就是说 有多少人之前 用过这个网站的请取手 OK 所以大概差不多 10%到15%的人 看过这个网站 这个是 医学专门用的一个网站 所以如果你学live size的话 你觉得蛮幸运的 因为呢 有一个 pamment这个免费的 这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提供给全球的一个 免费的网站 那如果你是学size的话 等一下我会介绍 可是如果你学live size的话 你一定会常常去这一个网站 那你去这个网站以后 如果你打sensile 这个字 你就可以找到 这个结果 然后呢 你就会从这些 结果里面呢 你就会找 这是sensile的 你就会发现 2008年 然后就找到这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 旁边有一些related article 是跟他用类似的keyword 所以现在常常 很多网站都会这样 就是说你从这个资料里面 你可以找到related article 然后你就从这个article里面 又可以继续去了解 所以大家可能都是研究 类似的题目 那如果呢 你不是学live size 你如果是学科学的啦 或者是人文科学的啦 那你就会发现 目前没有一个很好的 免费的网站 那有一些所谓的付费网站 举个例子 像scopers 那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让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你到scopers的网站里面 你就打sensile OK 它有分basic跟search 然后author search ofinolation search 这些我等一下也许会一一介绍 那你打了这个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 总共呢 出现了这个 18万笔 这是很多 那这18万笔里面呢 很有趣的是 最常投稿的期刊 这个期刊 总共有8000多笔 OK 那么呢 有一个人呢 投稿最多 是brons mill 他投稿了362件 然后呢 时间点呢 你可以看到他 从1990 然后这时间会越来越多 到2008年 今年还没过完 OK 到2008年 所以你就知道 sensile这个领域里面 大家的投稿的数目 越来越多 那 你把这个18万篇叫出来 叫出来以后 你用vitation rank 你就发现在 1999年 在sens的这一篇 总共被sens了3941次 所以你就会了解 这一篇文章的重要性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说 读这篇文章 这些high side favor 就是你们这个领域 你必须要读的文章 好 那我意思 然后再接下来呢 我刚刚不是跟大家讲说 有一个作者 在这个sensile这个领域呢 人这个研究很多 所以我想要了解 这个作者 OK 那在这里面就有一个 alter search 我就把他的last name 跟他的initial放进去 这是他真的initial放进去 然后呢 接下来你就会search 得到7个 这还是算少 因为bronsville 这一个人的名字 比较少见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他在这里 总共发表了547天 然后呢 是在这个单位 那有的人也许跟他同名同姓 有的人可能是 他用不同的名字 你就会了解这个部分 那如果呢 这个是7个还好 如果呢 你把我的名字打进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呢 你会出现46个 这就是很多 那我 因为姓谢的可能还不是那么多 如果你打个姓张的 进去的话那不得了 我有一个朋友 叫做张俊燕 我的朋友不是 以前交大的前校长 我的朋友是在国家文献研究 做一个 做我们的 肿油专科医生 他现在是我们 癌症研究所的所长 那我就问他说 如果把他的名字 打进去的话 他说那怎么稀奇 他说我平常看诊的时候 我把我的病人的名字 打进去 张俊燕三个名字 只要出现三十几个人 所以呢 一旦如果你的名字 太popular的话 这时候你就会有点困难 那像我的例子呢 我就会发现 这里面 这是我的名字 然后这个是我在国家文献研究院 这个部分呢 这是我在美国念书 发表的favor 这是有一篇favor 错误的 没有把机放进去 所以他是变成独立的 那另外更有趣的 我还发现 长庚大学有一个人 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可是呢 他叫谢邦兴 OK 好 所以呢 你就可以从 这种olster search 然后了解 他的optimation 你可以找到他 正确的这个作者 OK 就回到我们这一 Brunsville这个人 那他总共发表了五百四七篇 五百四七篇里面呢 他的这个H index 我想请问一下 在座的 有多少人知道 什么叫做H index 知道的人请举手 这超乎我的 超乎我的这个想象 H index 就是一般来讲 H index 现在的目的是 看 那如果你有二十年的研究能量 那么来evaluate你的 所谓citation的能量 比如说以Brunsville 这个教授来讲 他是有五十篇的paper 被cite超过五十 OK 那我昨天晚上去查了一下 翁启卫院长 他大概是六十五 OK 他是 翁院士大概也有四来五十篇的paper 大概是 H index 大概是五十六篇 超过五十六篇 所以你要知道 你每增加一个 是你要整体的paper数 所以在 当我们去revalue一个 一个人的 life time achievement 或者是revalue一个 研究机构的时候 H index 是一个非常 非常不错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统计 那Brunsville 大概是五十 相当不错 那另外呢 可以看到说 他的五百四十七篇里面 总最 最新发表的两篇paper 就在这里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从这里面了解到说 他最新的2008年 发表的paper在哪里 然后呢 那接下来后面呢 你也可以了解到说 这个Brunsville 他在什么样的机构 可能有待过 或者他有join appointment 就会从这里面去了解 这些的情形 所以这个是可以让你了解说 你不会找错人 如果你常用papman 你就会发现说 Other 常常有时候 当他的名字很接近的时候 你就有点点困难 OK 可是在Scopers 他的Other的方式 是非常非常好 不容易让你找错人 那这个是他的546篇 被Citation的字数 比如说2006年 2007年 2008年 那最近发表的paper 当然是Citation比较少了 那我用一个例子 就是在第50个 他这一篇 在2005年 他被Citation 118次 我就把这篇选出来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画面 你晓得 他是First Other 也是Chorislamin Other 然后呢 那这里有一个Fortax的 那你如果点阙的话 你们主管 有的话 你就可以 出这篇paper OK 然后呢 这篇paper 最近 有被 哪两个人Side 就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article被Side 118次 这是2005年的paper 最近有两篇 2008年有两篇 Side的这一篇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Indication 等下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Indication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呢 这个paper里面呢 如果你也可以用这个paper 去查 用它的reference 用它的Other 去查 有关于Scovers的database 那这里我就要讲到说 说 为什么要做这种 就刚刚讲 文章找文章 会去Side的这个文章的人 就有可能 是你的potential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你的合作对手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例子 那么你出现 刚刚我们出现500多笔 那这个如果数量 要print out出来就太多 你也可以将它可以输出 刚刚这个Arnold讲了一个 它东西输出的时候 实际上你可以用reference work 或者是用reference manager 或者 EndNote 这些东西输出 那输出的内容呢 你可以去选 Extract format 或者是 或者是 所谓Complete format 所以你就会有这些资料 在你的EndNote里面 这个会有助于 你怎么样整理资料 你得到资料很容易 测试就可以 怎么去分析你的资料 这才是最大的一个重点 那么刚刚我们晓得 BLOB这一篇 在整个 整个EndNote里面 是发表最多的 那你可以从这个 你可以去看这个期刊 它的所谓的trend 它这个trend是由 头头骰黑去 去除上Article Publishing 这个跟Invented Factor 其实蛮像 你就可以了解到说 它逐年上升 然后现在一直维持在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领域 所以BLOB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期刊 那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个 这个大家 看这个题目就找 叫做资料自己找上了 这是我在 我自己在这个Scopers里面 设的几个Alert System 就说 做研究现在需要 需要到 需要说让资料来找你 的速度快过于 你去找资料 怎么样 举一个例子 这一个人叫做Motora 他是AzraZenita的 一个研究人员 他做很多研究 跟我现在做研究 非常有关系 所以我把它列为 我的Potential的竞争对手 那再来呢 所以呢 只要他发表Paper Scopers就会来告诉我 我就晓得说 他最近在做什么 那另外呢 我把我的名字也放在这上面 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人 Side我的Paper Scopers就会来告诉我 这时候意思就是说 谁会Side我的Paper 谁就是我 你的Potential的竞争对手 那另外呢 我选了两篇 我们在做Aurora 开内子的两篇经典的文章 这经典的文章就说 是我们这个领域 非常好的文章 那如果有任何人 会Side的这个文章 他也会来告诉我 所以这时候我就晓得 谁又在发表 跟我们领域有关系的Paper 举个例子 在10月21号 Scopers就通知我说 这个Motorlog又发表一篇Paper 我就赶快去看 看看他现在最近做的研究 跟我们有没有关联 OK 那另外呢 在这个11月4号 Scopers就告诉我说 有一个人发表一篇Paper 然后Side的这一篇经典的 所谓的论文 那我就晓得说 果真 你看他的Pitle就是 Aurora 开内 所以他的研究 就跟你是有关联的 所以资料 自己找到的 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你晓得 你的竞争对手在哪里 所以你就会 很快速的去了解 这方面的事情 好 那除了 除了我们前面介绍以外 那么Scopers也有一些 有关于跟学术评件 比较有关系 包括论文发表数 或者说论文你用的字数 甚至所谓H-Indent 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以国家卫生研究员 MHRI 这个名字 MHRI大概在 是19 1996年 在 这个台湾成立的 是卫生署 下属的一个台湾法人 那我们到今年 现在只有大概13年的时间 总共发表了1592片 OK 你用这个名字下去查机构 那这个1592片里面 有33 发表最多的文章 是在Generative Biological Chemistry 有33片 OK 那么来整个发表的领域里面 包括它是Nedison 或是Biochemistry 算是比较多 所以你从一个机构来看的话 你就晓得这个机构 大概在做什么方面的研究 举一个例子 前几年 清华大学化学系 在做评鉴的时候 它就以 所谓的 Ohio State University的化学系 来当做它的 潜在的竞争对手 它从这里面的分析里面 就了解说 它跟清华大学化学系 跟Ohio State的化学系 大概的差别有多大 OK 然后呢 就可以了解说 另外还可以找 这个 整个这一个 1500片里面 所谓的合作对象 就是从合作对象里面 就了解说 国家会正研究 跟阳明大学 总共发表 265编 跟台湾大学 发表259编 跟台湾大学 发表222个编 第二是台海医学院 所以你从这个分布里面 就会了解 这个机构 跟哪一些单位 有比较密切的合作 然后呢 这个查询结果 因为它是这个 这个数字比较多 1600编里面 你可以了解到说 刚刚我讲过 发表最多的是 Channel of the Balasco Campion 那么 Othernet里面 最多的人 是彭王家康院士 他发表了有67篇 第二名呢 是熊招祖主任 他是生统的 他是学数学的 你可以从这里面 就可以了解 整个的 这个机构里面 所有的 发表的 这个多寡 以及呢 这个机构 发表的 Paper的数字 你可以发现说 因为我们 我们是1996年 才成立的 所以 Paper数呢 现在是越来越多 OK 那么 整个这一个 1600多篇的 Citation 从2006年 2007年 2008年的 整体的情形 那我们的H index 是45 OK 这个 所以这个是给你 这个机构 他的H index 给你的一个 一个 所谓的 平坚的一个 指标 那除了Scopers以外 那另外呢 有一些 所谓的 这个是一个 免费的网站 他叫Google Scholar 你到Google Scholar去 你把SenseL 打出来 你会出现 像这样子的结果 OK 总共 你会出现 56万笔 这56万笔 里面呢 他也有Citation 3252 OK 那这篇文章呢 有什么问题 对不起 这篇文章呢 是发表在2003年 OK 他的Citation 是3252 那我们从这里 去点选了以后呢 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发现呢 2002年 2001年 都还有他赛的文章 所以这就是一个 比较困难的 就是说 那个Citation Number 就容易 Mislead 所以 有时候付费 就是说 免费的网站 有时候 就会出现 像这样子的一种情形 那么 另外还有一个 付费的网站 他叫做 SDI RUS OK Cyro 那这个网站呢 他也是有收集 有关于跟 Mainline 或者是 Find Direct 或者Nature 的系列的 这些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打 SenseL 你就可以出现 这些 Information 然后呢 他呢 也可以 从 他的社群里面 可以找到一些 Web的一些 Information的资料 OK 你就从这里面 可以得到 让你要的一些东西 那另外呢 因为我们是学化学 过去呢 很多的Database 没有办法用化学结构 来 来设计 那有一个 网站呢 他叫 FindFinder 我想大概在 中央大学应该有些人 用过这个网站 这网站可以找 化学结构 可以找 Molecular Formula 那如果你 不是学化学 你也可以去找 Research Tablet Alternate 或者是 Company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把 DenSale这个名字 打进去以后 他会出现 7万多笔 的情形 那 那他这里 因为东西太多了 我就需要 来Refine 那Refine呢 我就把 BrownTweer的名字 打进去 他出现140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不同的Database 他收入的情形 会不太一样 所以没有一个Database 会perfect 不过 每个Database 他的着重点 会不太一样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网站 也是可以找 化学反应的 这个叫做 Database 如果你到这个网站 这里是个付费网站 你到他的 Search Database 里面去 然后呢 你可以去找 因为他的Database 里面可以让你 比如说 你可以找他的 Tacidity 找他的ADME 或者是找他的名字 找他化学反应 通通都有 所以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 你可以化化学结构 去找到这些的 一些 那最后呢 我介绍一个网站 大家可能常常看过 这个网站 可是大家不晓得 要怎么去利用 这个网站 这是叫做 Find the Rack 这个网站 我常常去 我为什么要常常去 这个网站 你去了这个网站以后 你打 Sensile这个名字 你就会出现 这样子一个结果 你会发现 很有趣哦 这是2009年2月 然后这是2009年1月 这个是2008年的12月 意思是说很多 on the web 还没有到 Parmet去的东西 或者还没去 Scopers的东西 都会在Science Direct 会出现 那这时候你只要点击去 你马上就会看到 最新的Information 举个例子 我选这个第五个 的精心 你会发现 果然这个人的研究 一定跟我 蛮有关系的 因为用相同的keyword 那这里面呢 总共有六篇文章 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你又可以 从这个文章 去找到一些 其他的文章 包括有的还有书啊 所以这个网站 实际上我常常去 的原因就是说 你必须要 随时的了解到 你的竞争对手 那很多东西 有时候还没有 出来的时候 都是on the web 大家都会知道 这样的情形 那最后呢 我就Summarize一下 有关于Parmet Scopers Google Scholar Syros Sign Finder Discovery Gate 那这些现在 它有不同的coverage 它不同的content 也有不同的subject 那现在来讲呢 有关于 这个 Full Test 的link 基本上都有 Citation Time 只有Scopers 跟Google Scholar 有 那HD Index 只有Scopers 有 那Alert Systems 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有 那输出研 全部都有 所以我就借由 大概差不多 半个小时的时间 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我们现有这些 Available的一些网站里面 去了解 你怎么把这些information来收集起来 那么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国家卫生研究院 其实国家卫生研究院离中央 其实蛮近的 那么大概离这里 我刚刚开车来 大概只有大概 35分钟的时间 这是国家卫生研究院 这是我们的这个行政大楼 这是我们的研究大楼 这是我们的图资大楼 其实刚刚是假的 那是模型 这是我们真正 长的这个样子 OK 然后这是我们 这个的图书馆 那么今天也非常高兴 有这个机会能够 来中央大学的大讲堂 能够跟大家share一下 我对这个资料搜寻的一些经验 最后谢谢大家来听我演讲 谢谢 谢谢